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贵谷 今年91 我生在萧庄 长在萧庄 小的时候 剪柴 让我妈做饭 一进屋子呛 中开眼 我也比较担心爸爸的身体 还有大人的身体 我们每次出去带孩子玩也好 上学也好 都必须戴着口罩 每天要添三次火 三次火 屋里都是屋檐掌机 一共对北京市十个曲线 三百二十八个村镇 实施了煤改器工作 使北京市农村用户 使用上了清洁安全的天然气能源 终于我们派来了煤改器 通过煤改器 军品在控暖方面就更方便 最干净了 着了 一会儿没有十几分钟屋里热了 特别暖和 所以说我们现在对这个生活环境 还是很满意的 现在很方便也很快捷 给我们的生活也更美好吧 污染也减少了 我很开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